心痛的一段矢 永恒台湾真好 世界真好亮 所以风水法则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那很多人不相信风水 很多人把风水当成是迷信 是因为你不懂得风水法则 懂得风水法则的时候 我们凡事 师父告诉我们凡事皆瞻 昨天我们一位老师退休的一位同修 带着他爸爸来 拿了一张图三合院 三合院的图给我看 结果三合院是在甲午年的时候 103年因为兄弟的纠纷 所以把龙边 火灵 三合院大家知道 对不对 甲薪 火灵 他把龙边的 接着 甲薪的 那一间房 就因为第三房跟第四房的纠纷 把它拆掉了 结果拆掉 我把它算甲午年 它是坐东向西 也没有山煞在北啊 结果呢 三合院 正心火灵 那个是 要动 不能随便乱动 也不能随便征建 尤其是在白武方 结果呢 他们兄弟是用抽签的分家产 总共有六房 那么在甲午年呢 把青龙方 龙边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守备这个地方 的这一间房 把它拆掉了 他爸爸是第五房 刚好是分到 一二三 分到这三间房 也是在青龙方 结果呢 他爸爸 过没多久 就车祸 伤到脚 哇伤了很久 他那个脚伤了很久 那昨天为什么来问 他说 法师 这有什么问题啊 现在大房 大房 大房呢 住在湖边 很奇怪 大房住在湖边 那么 在龙边的青龙 青龙方 拆这个房子 真的 现在都还拆掉哦 都没有补起来 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我说有 他是上到左脚 结果呢 大房的大哥 也想到 倒下 左脚是哪一脚 你倒下什么脚 两脚 后脚 还是走脚 龙脚 对不对 结果他儿子也伤到 那我跟他看了命挂 我说 命挂是他今年 也有问题 原神破 原神破也有问题 好了 那我们知道 三合院 这边师傅所开示的 不管是阳宅 或是阴宅风水 那么 这边是第几房 青龙方是第几房 青龙方是大房 对不对 这边啊 真心是啥 这边啊 结果呢 三房都没得到 因为三房在拒败 伤到住在附近的第五房 按照到底讲 第五房没有事啊 结果第五房在拆迁的时候 马上动土的时候 马上动的时候 拆掉那个 拆迁的时候 就拆到他爸爸 然后接着就拆了三杀 拆了大房 因为大房的这个 我们的大手臂知道吧 大手臂你们看到没有 这间我们拆迁 是不是护隆有三间 也有五间的 对不对 就是第一间 接正身拆迁的 这间去上吊 所以由此 我也呼应我们原生法师 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案例 刚好是昨天 来问了这个案例 那真的 尤其我们在南部的 有很多三合院 三合院 你要修造 要动土 要修建 那个都要非常小心 一定要知道说 三杀在哪里 三杀在哪里 今年的三杀 今年的太岁方 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原贤法师 原贤法师 他我们都知道 他是我们一心道场的住持 那今天 哇我们真的 我们的中门非常的宽 我们说的非常的广 包山又包什么 包海 对不对 整个宇宙星球的法则 都在易经风水里面 那现在跟我们分享的是 慈悲灵感太岁也 我们热的掌声 请原贤法师 发表正道 处长 阳明法师 原生法师 原林法师 各位 视讯班的同学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就放轻松一点 叫做心得分享 放轻松一点就闲一点 刚才师傅讲之后 养闲养闲 养什么闲 其实我认为两个都是等号 都是等号 有一个笑话 我问青山何时老 青山问我何时贤 对不对 不是贤人贤不得 能贤岂是等贤人 所以这个是不是 就是等号 就是因为我不是贤人 所以一直忙到现在 你了解吗 因为我的名 我的法号有贤 名字也有贤 那按照师傅给法号 我的感应 假如我今天是贤人的话 师傅一定给我说原圣 希望我当圣人 是不是这样 所以因为我还不是贤人 所以要努力往这个方向走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太岁爷 那老主很慈悲 让我学习的过程 常常会给我一个主题 然后好几个案例 几乎同时发生 然后结果不一样 这样才可以比较啊 那所以老主都很多都安排好 我不会就等很久去说 等了好几一两年 收集了几个案例 是一样的 那最近今年 几亥年 那一到两个案例 好 遇到两个案例 我正在筹收住 这个报告怎么写的时候 竟然有同修 自投的网来跟我讲 他最近住院 为什么住院 心上一次 一分钟跳几次 六十多七十嘛 他说他跳一百五十次啊 不得不去住院 都快要瘫掉了 我心里想 哎呀 老主真会安排啊 我正在写奏业 又排一个案例给我 一样的案例 那我对这个 为什么会很有兴趣呢 因为每次的初一十五 我们都有祈福 我们祈福同修来得 比较有空是晚上 所以我都会在 二十九号晚上 或是十四号晚上 就祈福 诵经送到子时 就是交初一的嘛 后世十五 那在诵经祈福的过程 因为我几乎都是在中尊 所以负责念文书 所以人家的文书 就有感受 我师父真的是名师啊 书胜就书胜在写文书的部分 那我相信大家手上都有嘛 有吗 没有 那我念一下 其中一段 我认为很重要的 禅吉山 维新圣教 仙佛寺 一心道场 安登起安文书 其中有一段是 今至今时 新逢几亥年 太岁新君 待天寻守 世间善乐 善者护佑 恶者天诚 敬畏人心 今至今时 以千辛共养 花果栽赚 奉送 王禅 老祖 邪妙 真经 鬼谷 先知 天的经 法宴 供养 法界 诸天 圣神 光降 道场 加持 善性 大德 魔分 禁除 远离 这是重点 知道吗 就是我们 犯太岁的人 冲太岁的人 接安太岁的时候 诸佛菩萨来加持 让你的身边的煤气 什么 灾恶远离 我们是 重点是在这里 而不是像 有些道场 或者外面的寺庙 安太岁你写个名字 我就贴在灯泡上 这样就好了 差太多了 对不对 我们所有道场 几乎都有做早课晚课 做早课晚课 初一十五有祈福 这就是殊胜的地方 所以维新圣教 在安太岁的部分 我认为 我很有信心 而且很相信 所以我在案例的过程 服务的过程 看到有人很严重 我没有安太岁 我就赶快叫他安太岁 不是说 我道场有多一个收入 不是这样的意思 希望他能够赶快安太岁 至少先安定下来 平安下来 这是我对 我们维新圣教的 太岁爷的感应 感受 我们常常讲说 太岁当头座 无灾必有祸 对不对 是一定这样吗 未必 所以我认为是 结论是 我心要正 行要正 心要善 行动要善 太岁诸佛菩萨就来加持 磨分尽除远离 哪有是说太岁 是会当头座 无灾必有祸 所以太岁是代天选手 我们只要做得好 他都看在眼里 都会护佑的 所以要有这个信心 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我们的命挂 我今天挤了三个命挂 命挂大家都知道 枯底一生就决定了 对不对 命挂是空性的像 像就是结果的意思 是空界 我们因果空界 那有了这个命挂 我们这一辈子这样 走一路走来 有做善事 有做坏事 加加减减 最后一个结果出来了 所以那是社界的像 社界的结果 那各种命挂 随时空而变 命挂一样 但是结果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跟先天的本质 后天的业果密不可分 先天本质 你什么命挂 什么特性 就固定了嘛 你后天的行功利得 还是有业力 就会产生变化 业果相有关联性存在 那因言和合呢 我最近找了三个 火车魁的命挂 一探究竟 觉得很有意思 就研究 目的 厘清师父师尊 来论述命挂的时候的逻辑 师父常常在讲命挂 我们讲了很多规则 我们记到一个 其中一个去了解 他的想法 逻辑是怎么样 那来助 帮助我们修行 并呈现些微心得 与同修交流 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 那文献回顾 我们所有的 我们所学的 都在微信道上里面 对不对 还有我们学的最多的是 真人补义 还有三一命补相 五刚真常 这这个 那比这 我以今年服务的案例 来做供养 那我们来讲 太岁 民间习俗 我们所谓定义的太岁是 出生的年的地支 和流年 同一个字 我们都叫犯太岁 或者叫做做太岁 我想犯太岁比较好了 做太岁 做在太岁头上去了 出生年的地支 以流年的流年地支 六冲 叫做冲太岁 请问是犯太岁比较严重 还是冲太岁 大家都说冲嘛 我感觉也是冲比较严重 因为我自己的体悟就是冲很严重 第三 饭太岁冲太岁者 安奉太岁 最好在家里 我有神厅 我在家里就安太岁 甚至我到场也有安太岁 我两边都有安 藉由安登祈福 祈福相岸等等来化解 就是说年初有犯太岁的时候 很谨慎 很保守的 我年初就摆祈福相岸 先来化解 那维新正教宗主 也开示 除了这个流年 这个命挂之外 命挂按照后来的业果参半 这些都会有点变 所以比较可靠的是什么 沾流年 沾流年 所以一支一年的食用 知首进退 假如说真的不行 那借由诵经 消灾化解 消灾化解 百囚乡 这些 那如何来断这个流年 似乎有很多的年 都有讲过 解流年挂的药林 对不对 对很多嘛 很多年都有 大家可以拿来参考 因为经过这样的 消灾化解 来天福避凶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 有三个案例 我分为 因为命挂都是火折魁 甚至两个都是动第二摇 变成火雷四合 所以我就用 夹一品 夹一品来分 要不然就弄不清楚 第一个 民国四十九年出生的 我把它列为是假 这个人几岁 六十岁了 六十了嘛 他的命挂火折魁 动第二摇 卯木化隐木化退神 那四摇是有金 根子年 物子业出生的 所以他以四摇来讲 他都是生出嘛 对不对 是修求嘛 但是没有受克 也没有破 没有睡破 没有夜破 只是生出而已 那祭神是父母 两个父母摇 四火父母摇 父母摇忘不忘 年龄 夜龄都来课 不忘 对不对 不忘嘛 那这一位呢 男仲在一百零六年的时候 帮他的姐妹 姐姐吧 姐姐开一间佛室 他就去帮他修剪树木 从树上掉下来 昏迷了几个小时 没人知道 后来他姐姐去外面找 才找到 找在那里 所以他后来他就开刀 脑 他在脑的地方有开刀 有流血嘛 开刀 从此以后 那像老人家一样的 走路也不大会走 也站不稳 那 今年 来到今年 四月份又住院 住到医院里面 他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就 他是我们某个 知会的会友 然后透过知会长 就跟我讲 为什么他 他前年摔倒 掉下来 今年又住院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是 左脚 静脉 曲张 那个血管像 肿的像 筷子那么粗 硬硬的 绕在他的腿上 突出来 左脚 所以我就去帮他看 一看 也事后诸葛 印证一下 真的是很有意思 106年 是不是丁有年 丁有年 是不是四摇犯态税 一般人不懂 他是老鼠属老鼠的 他哪有犯态税 没有犯态税 但是我们写的 一金命怪就知道 他四摇犯态税 然后掉下来那天是 10月30号 是续月 续月 卯续六合 卯续六合 掉下来那天 后来的脚就出问题了 以命怪来讲 第二摇是不是脚 腿嘛 第一摇脚板嘛 第二摇小腿嘛 脚 画退绳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的脚 在他人生过程里面 会功能越来越差 不是画进绳 是画退绳 所以应验 那今年 今年就是一个重头戏 师父有讲 有开示过 今年海水冲起四火 冲火来克金 那小心心脏病 师父有讲过嘛 那我 看了这个之后 我认为他该要 该要安态税 马上就帮他安 因为海水冲 寄神冲动了嘛 克四咬 但是这个严不严重 严不严重 好像的严重 好像也不怎么严重 很难比较 对不对 那这一个 我们暂且放过 再看 这一个 这个我把它编为病 这一位先生呢 我不认识 是童修跟我讲的 童修觉得很奇怪 他说为什么这个人年纪轻轻 37岁而已 都好好的 只收走就走 为什么走 心脏病 心脏病 他走的那一天 是108年3月23 刚好是亥卯卫三合 亥卯卫 他丁卯几位 他的刚好亥卯卫是 几亥年丁卯业几位日 刚好跟他命关那个 一样 那我认为 他的心脏病 他一定跟忌神事我 来课四瑶有关的 我就一直觉得奇怪 这个人命关 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命关好不好 好啊 身体算健康啊 对不对 也没有很差 至少月定来生和 生和四瑶 那忌神动又来 原神动又来生 是不是命关还不错 真的是不错啊 为什么会猝死呢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后来 我就去找资料 还有一天老祖很慈悲 去翻旧资料 那个存档的资料 一翻一个纸本 掉出来一张纸而已 一张纸刚好是师傅讲 榴梿卦的 讲榴梿卦 今年是什么样 要怎么样处理 其中有一句话是讲命卦 命卦有三件事 其中有一件就讲这个 祭神藏身来克的时候 有灾恶会来 祭神藏身 你看喔 事火是不是有金的藏身 其他的五行 有没有藏身来克的 请问 有吗 属木的藏身是什么害啊 没有来克啊 属土的是生金嘛 是生出嘛 属水的是生金 是生入嘛 对不对 没有来克啊 属火的是什么 属木 是瘾啊 瘾来 瘾木生火啊 所以唯独只有属金的 藏身是四火来克 所以就 刚好就是 原来是这样 所以难怪是水冲动 是火来克 所以是水的问题 还是火的问题 是火的问题嘛 因为火是心脏嘛 是火样子就像心脏 心脏的问题 要不然就是 呼吸系统的问题嘛 但是 肌力比较高是 前面那一个嘛 是心脏的问题嘛 所以我这样一看 原来是这样 那 为什么是 它是二叶发作呢 我认为它的动摇 刚好害马胃 害马胃 所以 马胃土生四摇的过程 当三合的时候 可能那个三个 三个就合在一起 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 四火父母两边的同时夹工 就中间没有防火墙了 直接就克四摇 所以我的看法 是年轻人 三十七岁 一两天就走掉了 再来 第三个命怪 就是 四十二年了 四十二年 今年几岁 六十七了 六十七 六十七岁就是我们那个同修 送他们的命怪来给我研究的 他也是动第二摇 卯木动化退绳 但他的脚是没问题的 还好 但是呢 他 午夜的时候 住院 就是讲说 心跳一百五十下 一定要去 不得不去住院了 所以住了好几 好几个礼拜 现在回来 回来之后呢 像老人家一样 不敢 连走路都慢慢走 那么 他的命怪 你看 魁四年 已有业 他的四摇是有金 请问他的命怪 四摇忘不忘 忘吗 魁四年 火来克金 税君来克四摇 夜令跟四摇又冲 又越破 所以他这个 这个是命怪 算是最弱 三个里面最弱的 最弱的 好 那么看 祭神来论 祭神四火 他是魁四年 所以祭神忘不忘 很忘啊 命怪四摇弱 祭神很忘 照讲这个人 是比较 比较不动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人的命怪 排出来的结果 以四摇来论的话 最弱的是最年轻的 三十七岁的 第二个是六十岁的 第三个才是六十七岁的 但是以祭神的望向来看 祭神最弱的是六十七的 再来是六十岁的 再来是三十七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命怪是这样 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三十七的先拜拜了 先走掉了 六十岁的 体弱都病 我跟他讲之后 你再不来修行 你很难了 现在跑进来上课了 好 来上课了 那六十七的是 我们的老同修 平常就念经 诵经很多 拜拜 他都很热心在做 所以命怪是一回事 但是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 就是火则魁的命怪 今天会出问题的都在心脏 师父讲是心脏 所以要注意 要保护 应其在四业或是十业 对不对 还有一次 十业 那他的共同点 命怪虽然是这样 但是结果是不一样 所以一个 一个 心得 心得 相同的命怪 结果未必相同 第二个 排第二个那个乙 就是六十 那个 是 是秉 是乙 进中门六年的同修 一直秦宋经 学佛修行善 今年在道场 他有安奉太岁灯 他知道吗 虽然 他的是 税君 年龄也犯太岁 冲太岁 四遥也冲 四遥没有冲太岁 是年龄冲太岁 但是祭神也被 太岁冲动了 所以他知道要安太岁 那 贾汉丙 是没有在学 学修 没有在诵经的 所以今年也没有安太岁 那乙是冲太岁 丙是犯太岁 我是因为冲 大乙犯 结果但是 结果呢 刚好颠倒过来 丙比乙还严重 最年轻那个 最严重 所以四遥是看健康 以年龄排序 是那个37岁的 比60岁的 比67岁的 这样排健康 那结果刚好相反 刚好完整天老过来 所以的结论是什么 行善 真的要行善 要修行 要诵经 宗教法一消灾天福 如此可得到平安性圆满 所以要修行 要行善 勤诵经 这是少不了的 少不了 要不然那个 我们那同修 67岁的 也年纪蛮大的 身体也弱 平常就弱 因为它四遥弱 病奄奄的 至少 到现在还会呼吸 那个身体很强的 那个已经不呼吸了 这样清楚 所以我的感觉 给我的心得 就是提醒大家 犯太岁 冲太岁 不能等闲四肢 真的 然后看命卦 看命卦 那个 一点点的煤杠 都要注意到 都要注意到 所以我就印证 师父的一句话 祭神 藏身来克 用神的时候 很小心 灾恶会来 就这个 早来早去 只有属金的 才会来克 其他不会啊 所以假如我们大家都 行善 修行 诵经 宗教法医 消灾 祈福 天福 那哪来的说 太岁当头坐 无灾必有祸 每一位太岁 都是慈悲灵感的太岁爷 对不对 一降心得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还有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 一分钟上去 处杂 赞不赞 师父就要 法师就是把 正道 就做一个 给大家 我们 研究 学习 易经的动力 研究学习 易经的动力 事实上 文章 盖世 写的天花乱坠 倒不如 我们来一个正道的挂力 对不对 正道挂力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中 刚才 原贤法师 讲到 命挂是 什么命挂 我也来讲一个火车魁 前几天 有位信徒 哇 急急忙忙 一直要找 要找法师 他说你到底要找哪一位 不知道啊 我看到师父的节目 他说 他家的那个 拱妈就顺水流 所以呢 就一直急 是不是顺水流 影响到他的事业 影响到他 负债累累 或是有官司的问题 哇 他早早早早早 我想说 好啊 他要来找 刚好就碰到我 那第一个呢 我就先给他解这个仪啊 解这个仪就是先补第一个挂 我就问他 你什么时候生的 他说他是以四年生的 以四年生的今年几岁 手什么 爪 几岁 五十五对吧 他说他很不顺啊 自从 知道说 师父 在看 他一直在看师父的节目 看师父的节目 然后他本身也在念经 也在念经 看师父节目的顺水流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结果 我跟他普了一个挂 我说那你大门有没有顺水流 他说没有 是没有 那挂谱出来 我说还有财啊 挂中还有财啊 我一看 我难怪你不顺啊 你是以四年生的 今年怎么样 什么 冲泰税 对不对 他说 法师 我有去问呢 我偏窗而已啊 我说财窗你才是害的 偏窗 窗就没得了 还在偏窗 他不知道去哪里问 问说 今年的太岁 他只是偏一点而已 我说 这个冲与不冲 没去论天干地支 没在论财窗跟偏窗 总是 总是怎么样 都是冲 那法师 坐泰税 是不是比较严重 一样严重 你做泰税 就是犯泰税 对不对 那泰税 你去 没台没地 你去冲泰税 你大还是泰税大 当然是泰税兴君 对不对 泰税兴君比较大 我又帮他补一个卦 我说那好 他说法师 不然我将 把那个神位 把它改回来 就是过糖水 糟糕 我跟他 又补了这个卦 四窖洞 化回头客 四窖洞化回头客 你看好吗 也是不好啊 那这个牵涉到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知道吗 刚才原贤法师 不是说 67岁的买死吗 对不对 要有做什么 要行善基德 没台没机 不要做英人 要做什么 闲人要念经吗 要不 各位同秀 闲人要念经吗 要啦 自己来培养自己的 浩然正气 培养自己的正向正念 结果我又一看 我糟糕 他以四年生的 他面挂又是火折什么 葵 我赶快画图给他看 不好意思 他说你没死你也拨掉命了 不好意思 把他吓了 因为他有念天德经 我说今年 你要特别注意 文书的问题 因为他所经营的事业 跟文书都有关系 今年是什么年 几亥对不对 几亥年会冲什么 初遥是什么 吉报抽 四伙是什么 六亲是什么 父母 六遥的六亲是什么 也是父母 他是内外 有没有夹几 哇 这个很严重 他说 法师啊 我在付这个 那么多千万 还是要怎么 我说 赶快 你究竟 我们有42个分寺道场 还有三四十个教室 你究竟赶快来学艺经 老师很不容易 法师很不容易 我没用 我也没办法 你念经 来回向你自己 然后我要请他妈妈 也一起来念经 你看 现在几月 七月 六月 农历几月 六月 对不对 农历六月啊 那六月呢 他不顺是从 今年就开始不顺 所以 几亥年 太岁冲继神 刚才原浅法师讲的 太岁冲继神来客室窑 影响多久 影响多久 是不是一整年 你都要怎么样 谨慎保守 你都要战战兢兢 他说 我这个房子会不会卖 我说你先修 修自己 赶快念经 给你的 这些冤亲在主 最好 我建议你 你能来 揭法 来学艺经 我说法师 我看书的 这不二三十年 看了 不懂得保护自己 有用吗 有没有用 对不对 你不懂得保护自己啊 书说的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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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我們剛才師傅說 一個四屆 六屆 那二屆還有八屆 八屆的沒有在這裡 我們第二屆的園林法師 他也是萬華教士的住持 那他的國學造詣 國學造詣在非常的高 尤其他現在又在 還在更高一層的研究 更高一層的研究 那我也知道說 園林法師是我所敬仰的 他的詩詞歌賦 他的西顧雷娜 哇 真的很棒很棒 那今天呢 園林法師跟大家分享 幸福人生與風水 我們這對掌聲 恭喜園林法師來跟大家分享 約金是大學 大學在約金 尊敬的主持人 園林法師 尊敬的園林法師 尊敬的園林法師 尊敬的各位同修 阿彌陀佛 剛才聽到我們園林法師說 各位到阿里山去看的教學 這邊我也要特別說一下 這一次的阿里山我本來很想去 本來沒有園 我還要拜託園林法師幫我敲一下園 她說園林沒問題 結果最後我是去不成功 所以這實在要有福報 那麼為什麼談到阿里山的風水學 我特別提醒 因為園林今天講的題目是 幸福人生與風水 以風水 那麼說真的 其實今天的發表人 本來不是我 本來是園林法師 但是因為我們 蘇星宿的停止打電話給我 說園林法師 你是不是有空 剛剛好可以 第一個 現在是死假 第二個 我這邊幸福人生與風水 剛好是在六月底 到新加坡 去做新加坡的一個集團 的財團 去演講的題目 所以這個如果現在拿起來的話 給你們看的話 對你們來說 尊敬的什麼 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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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還是把它寫下來 因為當時他說 最少你要把摘要寫下來 寫上來 所以這個是給新加坡的那些 不研究的人看的白話 但是我就把它寫下來 不過沒有關係 今天我還是會 謹尊師傅所說的 不諸喔嚴 不自爺 諸我不嚴 不人也 大家有讀过吗 这句话记得是吗 所以要特别告诉各位 那么这个是我在六月底 刚刚好到新加坡 说要到新加坡去演讲 那么说真的我到新加坡去的话 已经第三次在那边做大讲的演讲 而且得到非常好评 所以要特别感谢我们中文书户 给我们这个平台 那么书户刚才开始说 我们要牵则弦 要第三牵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能坐在在座的各位 都是非等闲人 非等闲人 所以不用忘记悔薄 譬如说我把这个接受的案例 来告诉各位 那么他第一打电话来说 某某上次叫廖老师 廖老师 廖老师 久你的名号 我们的总裁说 希望你是不是抽空能够过来 新加坡这一次演讲 我说可以啊 他就问我说 那天老师请问你 你要搭什么样的飞机 搭什么飞机 我说请问你们总裁 搭什么飞机 我就搭什么飞机 那么买过来 比如说他们总裁来台湾 就是搭最少的商务舱 所以当然就给我买商务舱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孙伟在座的 尤其我们书户给我们这个平台 别忘记悔薄 诸公民要牵则写 没有错 像书户的话 他是 但是我是想讲 师父这个是很透视的一位人物 其人义士 我说他包括了哲学 包括了神学 包括了玄学 荣如包一一生 包括了能够天人合一 最低天文 下低地利 中通人物 这种人很难找 很难找 所以当然师父的区别也好 那么我在这边也要告诉各位 我们身为一个好的研究风水者的话 祖师也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说要 第一个 要具备三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 要有巧呼的腿 第二个要有少女的嘴 第三个要有壮严囊的身价 那么各位 如果你出了中门以后 走到这个门以后 进到了四星班以后 如果不能有巧呼的腿 就没错了 为什么 没错去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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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 顺着 但是要现场去 不过现在还好 因为现场如果你研究 特色的话 可以利用Google Google 利用现代新的这个用技 把整个那个山的山脉 龙脉 调过来 就变成可以 各位可以怎么样 可以隔山 点什么 点谢 但是你要有这个能耐的话 你所当其冲 要具备有最后面相当的知识 所以首先要有巧呼的腿 像你们这一次 一山我队没队 你们队有队 有队属在旁边 走到够够够够的吗 请给他手 恭喜你们 怎么这么少人棘手 奇怪了 那如果你不棘手 就没有办法 具备一个标准的风水大师 因为你没有巧呼的腿 少女的嘴 就是讲话要含蓄一点 人没问 人不要说 人没说 人也不用说 要少女 少女的嘴 它是含蓄的 含羞带怯 就好像月亮一样 然然而生 咱们要这些肯 好经常那些肯 那么让人家有所震撼 那么没有要肯 特殊灰头要漫然然然然的上升 而且要有能耐 要有能耐 特别注意 所以当你有巧呼的腿 又懂得少女的修养跟含蓄以后 那么接着下来 不要给中文老虎 输入给中文明台 一定有壮严囊的身价 那听到有没有 我只是给你们告 所以要注意 好了 那么这次因为 美好跟美好就会去 那么我书长讲 我书长自我介绍说 研究易经风水是我的兴趣 研究易经哲学是我的兴趣 以易经风水为有缘人服务 是我若爱的工作 若爱的工作 所以我每次到外面 服务都服务得很愉快 也很胜任 所以我要感恩 师父还没来 我现在在这里感谢 说感谢恩师父 看师父听到 看他听到 好吗 那我实际上要跟师父这样 因为师父当时 因为我们是第二届的 跟师父结縁的早 但是人事也很少 那也某种因事的关系 我追随师父很多 宿下的地方 那么宿下我告诉各位 这是我的经验 跟随中文的经验 很多很多玄妙的经验 那姑且不谈 因为时间有限 你有机会在书下解决闲聊 中文的电瓶 中文的电瓶 明天 看失去